各位老师晚上好 各位师兄师姐晚上好 我是一台 我叫做月影 我是在 OK 我讲一下 我怎么会参加这个谈生学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大姑啊 有天她来我家 她就突然间她跟我讲说 有什么两只手啊 然后放在身体啊 然后就可以 可以什么调整这些东西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两只手能够做这样的东西咯 所以我就带着一颗很好奇的心 去参加 把我第一张我是去九花山 以前九花山是不要跨进我家 然后呢 我没有病痛的 我很健康的 因为那时候我时常去跑 我时常去游泳 然后我就想 去试试看 到底这个谈生学是 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嘛 然后我就去到那边 然后就叫我坐在那边 然后就 就等到 等到 等人来跟我 手放在头 然后 又 不懂怎样啦 后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举手咯 我说到底我要 然后我发现想说 你要调哪里 我说 哎呀 真是调啦 我反正就来到这边了 我那天我配这个师姐 他叫做 他叫做美国人来的 他肤表黑的 然后他调我的时候 调到我的这个肚子的前半跟后半的时候 很近的时候 我感觉到 一股那个 气流这样子 他就一直在我的那个肚子前面 我转来 我去转转转转转 很舒服 你知道吗 然后就好像是调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我就 哎 不错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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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长生学 结果我就喜欢上了 所以 每次礼拜天去跑步跑完兵之后 我就一定去九花山 因为九花山我那边坐在那边 我不用动 然后我就给他们调整身哦 所以 喜欢上了 然后就这么巧 然后师兄师姐就讲说 呃 呃 当年是2012年啊 3月15号有开课 然后我就 帮你参加咯 参加了之后就 像你们家就是 初中班 初中班 然后 呃 呃 老师 呃 讲解我们学习 学习 然后就呃 毕业了之后 呃 那个初中班毕业之后 我们就 我就去呃 各个调整在那边 学习咯 学习自用 学习自用 然后就呃 我讲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今天分享的话是 啊 一只 翻身的小脑子 因为我们在呃 平时在呃 上课的时候 我们学到 呃 那天是这样子发生的 我去九华山做呃 一工 一工呃 完了之后我就跟我妹妹 我妹妹是约翰 又要师姐 然后呃 她来我家 我们就呃 出去 然后回到我家楼下的时候 等下我们上楼梯 诶 看到有一只小鸟 就躺在 躺在地上 然后我想 呃 这鸟不懂 弄死了还是什么 等下因为我们学习自用 等下我就跟我妹妹 两个就 你看我看你 诶 机会来了 我们去快点换 那个小鸟 就放在桌子上 然后就 看到好像 不动了了 然后我们就 呃 两个人咯 这手咯 就隔空的咯 跟她调 哇 那么调很久咯 调了 调了 调了一个钟头 我想四秒 不能死掉咯 调了很久咯 看到一个钟头之后 才慢慢 发现到她的 呃 双脚呢 就呃 微微的震动咯 等下我们就 两个看来看去 诶 就慢慢 她眼睛开了 开了咯 不久她就 反正嘛 反正我们就讲 呃 需要水啦 水很重要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呃 水 保在那个 那个 水瓶的盖子 就撒在她的 嘴边这样咯 给她撕 然后她就是 不动咯 也不会飞咯 等下我们就讲 怎么办 等下不可能 又在楼下坐 一个小时咯 等下我们就跟她 放回家 放回家 就放这个盒子 让她在我家门口咯 我们就继续跟她挑 她就是不飞 你知道吗 她就不飞 我们也不忍心说 给她在外面 后来我们就 放在家比较安全 然后 后来 快点早上起来 不见了 她只空空了 就好像她飞走了咯 所以 这一个 这个体验是我们第一次体验 第一次体验 就印证了 吴老师 三个时候 跟我们讲说 调小鸟 调植物 调那些天气 也能够修飞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么动作真的是 不得了 然后 然后 我们就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 大家分享一下咯 所以 感恩 感恩 调老师 就是她能够把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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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